医生将女病人的双腿抬高 并对其注射松弛剂 等女人的肌肉完全放松时 让她吸入麻醉气体 仅一个眨眼的功夫 女人就失去了知觉 接着医生抬起她的脖子 用扩张器撬开女人的嘴巴 最后插入氧气管 直到女人已经完全昏迷 医生便拿出胶带粘住她的双眼 这原本只是一场简简单单的流产手术 医生静一边主刀 一边向学生讲解 此时麻醉师突然做起身来 他发现病人的血压急剧下降 紧张氛围迅速在手术室弥漫开来 他们仅仅盯着眼前的测量仪器 幸好女人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一切都只是虚惊一场 可当手术结束后 女人却没有苏醒 无论医生如何呼喊 她都没有反应 医生连忙检查她的瞳孔 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主刀医生急忙前去查看 随即宣布了病人引脑死亡 然而女人生前并没有任何病史 并且手术过程中 也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可她就是在没有任何的征兆下昏迷 经过多名主任医师的会诊 他们猜测是女人对麻药过敏 虽然在每十万例全麻手术中 都会有六人出现不明原因的异常情况 医院将这次意外定性为概率问题 但医生苏珊却坚持要追究其死因 因为女人不仅是她的好闺蜜 而且还是她介绍来的这家医院 苏珊开始查阅 手术过程中的相关资料 尽管从记录上看 没有任何不正规操作 但她发现了一张可疑的化验单 他们对闺蜜的组织进行了检查 可流产手术根本不需要这项检查 这让丈夫也感觉很奇怪 更奇怪的是 化验单上没有编码 甚至连送检医生的名字都没有写 丈夫认为或许是搞错了 因为这种事在化验室 也并非第一次发生 让苏珊不要过于疑神疑鬼 因为医院已经对事故做了调查 但苏珊坚信这不太正常 她决定去化验室问个明白 然而当她找到值班医生后 却被告知这是电脑打印出的单据 因为医院有相关政策 电脑会随机选取病人进行检查 但苏珊不相信她的解释 于是她来到档案室调阅资料 很快就发现电脑上根本没有那组编码 为了查明真相 她要了近一年所有昏迷病人的名单 可当她拿到后直接傻眼了 居然会有这么多病人 苏珊开始不分昼夜地调查此事 她的丈夫得知后 和她大吵了一架 因为未经允许调阅资料 是属于非法行为 弄不好工作就没了 可看着满满一叶纸的脑死亡病人 苏珊无法听进丈夫的劝阻 她觉得这根本不合情理 面对丈夫的责备 苏珊只好乖乖回去上班 今天病房里又来了一个新病人 需要做个简单的栏尾手术 可男人并不知道 进来后她就再也出不去了 这是医院广播传来苏珊的名字 她急忙赶去主任办公室 虽然被发现了调阅资料 但主任看在苏珊对病人负责的态度 选择网开一面 可当然是小哥就没那么幸运了 这是必须有人出来背锅 主任担心闺蜜的事会影响苏珊以后的工作 特意安排了心理医生对她进行辅导 尽管如此 她依然怀疑这次事故 更是把心理医生当成树洞 坚持要揭开其中的真相 很快医生便将情况汇报给主任 她认为苏珊最近是压力太大 主任听后这才没有辞退她 在另一边 苏珊回到病房时 发现新来的病人也发生了意外 因为多了两毫克的麻醉剂量 结果直接变成了植物人 然后麻醉师声称这是正常现象 因为手术期间病人也出现了血压降低 而她是按规定增加的麻醉剂量 这又是一起关于麻醉剂发生的事故 苏珊更加确信这一定不是意外 就算有概率问题 也不可能会连续出现 而丈夫则认为她是有孕妇效应 因为闺蜜的死对她打击太大 导致她对这种情况很敏感 希望她休息几天 然而苏珊转头就拿出一本日记 又在上面添加了新病人的名字 接着想要调取昏迷病人的麻醉记录 却被告知都被麻醉科主任拿走了 于是她找主任说明情况 但听到苏珊的猜疑后 对方立马便换了副嘴脸 苏珊质疑的态度让主任很是不爽 认为苏珊只是汉外人 在挑衅他们的权威 苏珊不得不寻找其他办法 她向丈夫说明情况后 丈夫认为妻子是彻底疯了 因为麻醉科的主任权力太大 得罪她就等于得罪了整个医院 很容易就丢了工作 可没等她讲完 丈夫就被领导请进去喝茶 对方认为她是接替自己位置的最佳人选 但是如果她的妻子继续胡闹的话 不仅妻子会被开除 她也得跟着被吵 这时苏珊来看望闺蜜 却发现她的床铺已被清空 她连忙跑前台询问 被告知闺蜜被送去病理部 苏珊忐忑地找了过来 不料闺蜜已经被解剖 她们对其做了切片分析 可根本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看到苏珊很是疑惑 医生为了舒缓气氛 向她开启了玩笑 就是这不经意的一句玩笑 却提醒了苏珊 可男人随后又解释说 医院发生的十几次昏迷意外 各自的病情不同 麻醉事业不同 就连做手术的医生都不同 就算是有人知道这种操作 也不可能会实现 然而 等苏珊从病理部出来后 又一次被主任喊去喝茶 这次麻醉科也再次过来施压 苏珊必须卷铺盖走人 当苏珊听到这消息后 直接哭了起来 主任看着手下爱将委屈的样子 又开始心软了 原定的辞退改成了休假 工作虽然保住了 可麻醉科那些人连院长都不敢招惹 主任也爱莫能助 休假或许是对苏珊最好的保护 苏珊回到家后 将她在病理科听到的情况告诉丈夫 再联想到两起事故都发生在8号手术室 顿时有了不太真实的猜测 甚至怀疑有人将氧气偷偷换掉了 丈夫听完认为苏珊没救了 为了让她尽快振作起来 丈夫决定带她去8号手术室看看 苏珊检查供氧设备后 并没有发现异常 接着丈夫又说 每天有多台手术在这间手术室进行 就连闺蜜出事的那天 也做了4台手术 如果真的按照她的推测 不可能只是这两次事故 听完丈夫的分析 苏珊也渐渐放下执念 为了让妻子尽快平复情绪 丈夫特意申请了休假 陪着她去了很多地方 苏珊也逐渐恢复了状态 可在回去的路上 她看到路边的一家研究所 专门在研究有关植物人的问题 医院里那些昏迷的病人 最终也会被送到这里接受治疗 苏珊想要请教一下有关研发的成果 却被工作人员告知 这里仅限周二对外开放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昏迷病人的知识 必须等三天后再来 苏珊也只好失望地离开 可工作人员看她的眼神 却露出一丝怪异 终于搞到休假结束 回归岗位的苏珊正在准备手术时 突然一名维修工找到了她 她表示知道一些内幕 如果想要了解到具体细节 下班后去工程部找她 然而两人的谈话 却被麻醉主任目睹 就当苏珊工作完成准备去工程部时 没想到维修工被泼了一身水 紧接着就被推向电闸 当苏珊赶来时 维修工人已经惨死 警方认为这是意外出电 但苏珊不相信 她在现场四处徘徊 真的发现了一罐一氧化碳 随后她拿出手电筒 沿着管道开始寻找 在经过一条狭长的通道后 终于被她发现了猫腻 这里不但有负责控制的开关 而且下面正是8号手术室 看来这里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随后她潜入麻醉科 也终于被她发现了问题 发现所有昏迷的病人 都来自8号手术室 麻醉科医生肯定脱不了干系 就在苏珊准备离开时 杀手出现了 女人被杀手追杀 连忙躲进了停尸房 下一秒杀手就打碎玻璃 成功打开了大门 然后挨个检查尸体 可就是没有发现苏珊 她气愤地推开内门 就在她打开灯时 直接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 房间里整齐地挂着上百具尸体 就连杀手都冷汗直流 但为了找到苏珊 她还是硬着头皮进去检查 可刚走几步 她又退了出来 实在是不敢向前走 只好蹲下身体 想看看女人在不在这里 不料苏珊见状奋力跃起 尸体一个接着一个被撞倒 将杀手压在了下面 苏珊则趁机逃了出去 她恐慌地回到家 将发现的秘密都告诉了丈夫 丈夫连忙安慰她 可等她睡着后 丈夫却偷偷打起了电话 殊不知苏珊在装睡 苏珊顿杆五雷轰顶 莫非丈夫也参与进了这场阴谋 她不敢再待在家里 偷偷躲到了酒店 第二天 她去了研究所 想到那些昏迷的病人 她怀疑和这里一定脱不了干系 于是混进一伙医生的队伍 发现这是原来是政府设立的实验基地 目的就是为了给植物人提供服务 虽然现在还处于实验阶段 但有一天一定能为社会造福 随后他们戴上墨镜 里面的场景直接让众人傻眼 昏迷病人被全身赤裸地悬挂在空中 用紫外灯照射杀菌 而病人全被钢丝穿过身体 目的是为了避免酒窝生疮 工作人员都不需要护理病人 病人身上的皮管是维持生命的通道 电脑随时记录病人的体征 同时也会根据情况自动调节 苏珊越发觉得这里诡异 趁女人讲解时 悄悄溜进员工通道 然后换上一身职业装 假扮成这里的员工 保安也没发现她的存在 苏珊顺利躲进一个房间 眼前的一幕让她永生难忘 之前昏迷的那个男人 也被送到了这里 更让她毛骨悚然的是 对方的内脏全被掏空了 这一刻她终于明白了一切 原来医院与研究所勾结 表面上两家都是政府企业 可背地却偷偷贩卖器官 当他们需要供体时 医院会根据血型要求 找到匹配的病人 用一氧化碳使病人恼死亡 然后将他们送到这家研究所统一贩卖 苏珊不想在这里多待 惊恐地向外跑去 却与保安撞得满怀 急忙躲进一个房间 却发现里面同样摆放着一具尸体 眼看越来越多保安追上来 苏珊拿起了椅子 等保安破门而入后 却发现苏珊已经离开 他们带着恶犬开始搜索 其实苏珊并不在外面 而是躲到通风管道上 她小心翼翼地踩着顶棚 来到大厅 不小心触碰到吊起的钢丝绳 下面的病人在不停摇摆 两名保安走进来 看到摇晃的病人 却微荡回事 最后在运输尸体货车的掩护下 苏珊顺利逃出去 急忙找到主管 将看到的都告诉了她 然而苏珊不知道死亡已经悄然靠近她 主任表面上关心地询问 却送给她一杯毒酒 原来主任就是其中一个环节 而此时苏珊已经喝下迷药 护士为她穿上手术服 主任谎称她得了急性蓝尾炎 在苏珊意识模糊时 看到丈夫急忙解释自己一切正常 丈夫看完化验单后 仍坚持她需要手术 苏珊神志越来越不清 主任也走了过来 表示亲自主刀这场手术 这是护士的一句话让丈夫 丈夫回忆起妻子的猜疑 联想到主任一再强调 摇八号手术室 心中涌上不好的预感 根据妻子之前在工程部的发现 她迅速赶往那里 在通风管道上 终于发现了隐藏在角落的控制开关 而苏珊的手术已经结束 主任信心满满地准备离开 下一秒却听到苏珊的声音 主任意识到自己的阴谋再也隐瞒不住 看着苏珊被推出手术室的那一刻 主任彻底傻眼 等待着她的僵尸法律的制裁